这个选手胆大包天,竟然使出一巴掌拍在对方的老婆翘腿上 这一举动直接让对手的妻子哭了,更是立刻激怒了对手,两人就地开始动手 还好工作人员及时制止,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流氓的拳击手名叫里卡尔·多玛月嘉 他一生三大爱好抽烟,喝酒和调戏别人的老婆 而且从不把对手当回事,但他这一次惹了个硬汉 名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